本节目由酷尔音乐独家播出 欢迎光临 抱歉 这家店叫声音 我原本只是好奇 没想到 没想到这家店 是卖珠宝的 是的 不过 也算是冥冥之中吧 正在找寻礼物 您怎么知道 大概也是冥冥之中 我在为我女儿找一件礼物 我 我很对不起她 在她很小的时候 就一直忙于工作 根本不能好好照看她 那时候大家都是这样做的 所以我一直不觉得这有错 等我缓过来时才发现 我们妇女之间 已经有太多的隔阂 如今 她要结婚了 是想要挑选送给女儿的结婚礼物吗 是的 那就为你推荐这一件 王冠 她的设计来源于 金雀花王朝的一顶头冠 曾经有一个君主 用这样的一顶头冠 为自己的女儿陪家 小熊奔向辽阔远野 这顶头冠最初随着一名公主来到了英格兰 公主后来成为了王后 她的丈夫任性 放肆 却唯独听她的话 可后来王后死了 从此她的丈夫行事 欲驾怪张 成为了疯王 可您刚才说的是 这顶王冠 被作为女儿的陪嫁 那是后一人君主的故事 和你睡着的脸庞 我一直都在这里呀 我就住在你心里呀 我在你身边也别害怕 天过着 无论天涯 后来有个君主 推翻了蜂王的统治 也切收了蜂王的宝物 此时国家已经满目闯意 君主一扫宫廷奢靡之风 处处节节 可唯独爱女 为了政治联姻出嫁时 她花下血本 几乎送出了半个国库 其中就包括 那一顶妖怪 她一定很爱她的女儿 所以舍不得女儿的婆家 对她有一点亲满 随小雨爬上屋檐 我陪你等第一场雪 只要你还记得 我深爱的世界 我们就算没说再见 我一直都在这里啊 我就住在你心里啊 这份看路前面 别害怕 想念这 心就是家 那就将这一顶头冠包起来吧 她很漂亮 我想 我的女儿一定会喜欢她的 谢谢 对了 后来那个君主的女儿 幸福吗 我记得以前的女人 出嫁时都还很小 她出嫁时 只有八岁 但是她未来的丈夫 一直宠爱她 尊重她 她幸福地长大了 谢谢 谢谢